十个电话里面有九个电话 就是挺韩道体非韩不可 真的是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呢 韩国瑜是一个从 什么都没有不争不抢不要的人 像个草莽英雄一样的打下江山 他靠自己 他靠自己 他靠自己赢得市长的这个宝座 所以呢 挺韩国瑜的人 他们都不是一定是国民党基层的 这个党员 他们来自很多高雄市 也许是民进党的 也许是中间选民 所以大家对他的期待 来自其他的县市 是看到国民党很这个颓配 那如果说今天 韩国瑜能够趁胜追击 那我们就有重返执政的可能 因此我们把所有的希望 放在韩国瑜的身上 然后呢 看到这个我们的党无所作为 所以才会喊起说 争招韩国瑜也依循我们 吴主席所告诉我们的 我们要以唯一胜选为目标 结果我们大家努力了之后 我对郭大哥 郭董事长很不谅解的 因为我们已经在民间都常听到说 你要选 你要选总统 我们都拍手叫好的 结果呢 你早不说晚不说 你选在17号说 你知道吗 我们来不及应对 因此现在今天又这个跳出来说 民调征招是不是 那就有媒体来问我说 什么叫做民调初选 什么叫做初选机制 什么叫做民调征招 坦白讲 我都不知道 最后呢 这个有民众打电话来就说了 我告诉你们 为什么我们觉得国民党 不喜欢韩国语 很多基层的声音 就是最直接的声音 他们说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韩国语一定很穷 他没有钱怎么选总统呢 那郭台铭很有钱啊 所以是不是你们这个党很务实 就要选这个郭台铭来选总统呢 我不予置评 但是他们也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他说没关系 韩国语没有钱没有关系 我们上街头去帮他募款 让他选总统 我想告诉党主席 我们并没有说排挤任何人 这个来选总统 只要能胜选 不就是我们国民党 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吗 但是程序正义 应该是我们国民党 要跟大家交代的一件事情 那到底要用什么方式 产生我们的国民党的候选人 我觉得应该公平 公平再公平 如果是我们国民党的目标 我们的国民党的由于